都知道这唢娜被称为流氓乐器 因为无论什么乐器 只要和唢娜同场出现 瞬间就会被压制的毫无存在感 毕竟唢娜穿透力极强的音量 想要超越真的太难了 不过也有人说 我天天在酒吧听着欧美电音蹦迪 那音量不比这个大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 当中国唢娜遇上欧美电音 会发生怎样的状况吧 印象中酒吧一般是以欧美电音为主 但是当中国小伙拿着唢娜登台后 瞬间就变得不同了 不仅没有破坏原来的气氛 反而让现场更加的嗨 真是没有唢娜赢不了的亲 同样也没有唢娜带不起来的气氛呀 其实对欧美电音的改编去年就已经有了 上海音乐学院的唢娜专业学生颜永强 就在一档节目中改变了艾伦沃克的歌曲 Let's back her 虽然是以虚方的音乐元素为基础 但唢娜不贵为流氓乐器 一开枪直接拿下主角的地位 网友更是直呼 阴间蹦迪专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内电子音乐制作人葛东奇 创作的一首《喜火遍网络》 在短视频创造了29亿的话题播放热度 而在一场活动中 葛东奇现场演唱了这首歌 其中的灵魂乐器索娜 则是由严永强来演奏 两位的强强联合 简直就是神仙现场 节目最后就来一起听一下吧